好的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虎年新年好 我是国际杰说国陆池 在过年前我放了一个假对吧 毕竟你们放假的时候呢就是我要干活的时候了 为了保证在过年期间每天能陪着你们继续更新 所以我决定了在过年之前让自己先休息休息 调整一下状态 你看我现在精神就特别的敞亮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继续回到SFL淘汰赛的第二轮的比赛 下半轮在上半轮的比赛当中呢毛哥暂时以1比3落后 主要是毛哥自己这个人不好非要打大将位 现在呢他还要打这个大将 那只能助军好运了不给腾村一个知会 你怕不是要后悔的 接下来呢将是由先锋战Higuchi来对上马插帽 Higuchi这个年轻小将呢我之前就已经给他下过一个结论了 就这个小兄弟呢一定要打那种老头子 打老头子胜算是真的特别高 那马插帽老不老 讲道理在格斗圈里面还算挺老的 论姿排辈的话 曾经也是当过梅元师傅的 那梅元呢曾经还败过马插帽为师 那就是老将的老师傅 也就是老商家老 那我觉得对于Higuchi来说优势很大了呀 毕竟有属性克制的存在 对吧 今天这把应该是会顺风顺水 好了玄学的部分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还是要回到对局当中的这个鼓励打加米 那马插帽在一整个赛季当中好像只打过一次鼓励 也就是梅老板的鼓励 对吧 当时我记得比赛那个印象还是蛮深的 一开始优势很大 似乎能搞得明白 但是一局过后马上就整不会了 要说原因的话 主要还是因为马插帽的一些打法上面过于激进了 我当时记得他跟梅老板打的时候是各种妖怪的招式全部用出来了 第一局的时候梅老板基本全吃 但到第二局开始梅老板油盐不进了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种东西你想要找对手拼 对手要是很快解读出来了 你那些东西被他反过来捉到你就没了 好了现在比赛开始了 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悠奇这里一般都是能拿到更多主动权的 他很擅长打这种没气的部分 基本上可以把对手拿捏的挺死的 但有气以后就不好说了 这里空间直接过了一个波 先拿一个投的血量 那这边应该是压不过去 投完以后加米还是得重新找机会 这里VT想拍个照 但是没有拍到 他必须要在鼓励刚出手的时候拍到照 才能递间过 他就想在这里去拿一个机会 但这个机会没给到 前前偷到一发 这样到墙角位了 中拳压一发 但是第二发不敢往前走了 直接被反打 这一波出门以后应该是没有太多机会了 这个血量扛不住了 把招牌上来 第一灯这边是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进攻 那个血量就是两个头打出来的 两个头是没有办法击杀对手的 这还差得远 这里马差不多抓到一个机会 直接就凹了 这么快 这才刚刚开始 他们现在比分虽然是落后 但也不犯着这么着急 有可能是先锋这个位置 让人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该凹就凹了 这里被打到一个乱动 马差不多这里一直没交资源 那也就是说 接下来应该是准备在墙角 用EX的空间 或者是流氓打击来跟对手打一个强攻了 但在这里吃到一个重拳 我觉得刚才的话 把自己的CA早点交出去 再换一次进攻机会 再拿一点血量 是挺合适的 他选择了更加不安定的 用EX空间来打一个进攻机会 下中角命中 一波到长角 直接带一个CA 这边还没有死 黑骨骑这里爬起来 反直的机会还是有的 但是得防住对手的一波起身则 而且这个血量的话 他选择了一个后跳 选择后跳的话还不错 因为对手一发轻攻击 其实不一定会死 但一个头的话就一定死了 所以为了不想被对手晃 这个后跳是可以选择的 但最后还是死了 问题也不是很大吧 这边有三个气的领先上来 先烧一格起 烧的有点早 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多等一下 不用一开始就直接丢对不对 毕竟手上留个三气 给对手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 重拳出手就给到伤害了 这边被跳入了一波 马插波的进攻 没有了 进攻之复和EX发波 直接把位置换了过来 这里想要打的话 位置有点太远了 他应该是预判对手会前走过来打 这个胆子有点太大了 直接用VT判断对手的一个跳入 花雨伦波 这里要跟着波网城打 马打中以后就可以直接带歇了 一破防就会死 马插波这里有点危险了 应该现在防守压力会比较大 对手手伤还有一发VT 现在Higuchi想要多拉一点距离 马插波意识很好 多往前走一点 被对手拉开的话 对手就要发那个第二段的波了 那这样自己就不一定好防了 现在怎么说 哎 直接一个中拳发波加上一个C 撞上去了 Higuchi在这里还是很赶的 他把那个中拳按出来 其实按道理来说 在这种距离下面 马插波手上捏的三格器 给对手的威慑力是很大的 因为一般人来说 在这个点一不小心按错一下 如果被马插波打中就直接死了 他在这里反过来反客为主了 防守方主动出手 马插波应该是考虑对手不敢按键 想要走过去投 想要走深一点 但走深一点就容易出事 不过就刚才那个局面来讲 其实两边差的不多 到了最后的一个点上面 就无非是一拳一脚的事情 谁做对一个选择就赢了 接下来就到了第二局 这局开始的话 古列这边应该要当心一点了 还应该要防一下加米的一个跳入 因为刚才好几次机会 基本上都是跳入哪的 这里重拳递剑直接确认到了 到了一个长较位 这里前走先给头 接下前走晃一下 再一个重拳有打中 但是确认没跟上 确认跟上的话 刚才黑空气有可能已经是要死了 因为会被压一个晕点 这边一个生龙补上有点快 宇耶斯虽然空了 所以发波命中 可以过去最后的机会 这一轮的话 资源上差一点 没有办法带C 那就只能通过发波来打一个进攻 现在加米这里应该是要考虑 把距离拉近一点 距离越近 那古列要想打进攻 他就要发越多的波 把对手打得远一点 才能跟着波往前打 这边距离拉开来 一个进攻机会 手上是有C 那现在马查姆这边智慧 我刚想说智慧更多一些 因为你有一个VT 对吧 你有容错率 你可以重拳打两发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 打中了VT开出来 值得秒 但没想到 Heguchi这边还是用他的一发 重拳值得命中 成名绝技 在立回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高命中率的重拳 给刀碎康就是一发鞋 那这样比分已经是来到了一个赛点值了 Heguchi果不其然 老人头杀手 杀马查姆 马查姆太老了 老上加老拳手 这边空间命中 前中脚值得跟上 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比Mago好 Mago那个空间命中 每次都是打一个青鸟族修正 人家马查姆实在人 这边VT爆了 一脚 脚道倒地 又是一个墙角位 压力有点大 直接空间插出来 可以 这一波 EX升龙 但是没有死 给 给了机会了 但是Heguchi没有凹 我觉得这个点是有理由可以凹一下的 但命中率一般来讲不会很高 但都会考虑在最后这个点上要防一下 好了 现在马哥是救回一个赛点 值得一个跳路 这一下跳路有点过头 没有在对手出手的同时跳 而是对手出手完了以后再跳 这显然实际上有点问题 这里空间插中一个不错的位置 这里是先投一发 基本上每次空间插完以后都是投 下次Heguchi应该是会有动作的 再来一个空间 这一下打点比较高 但Heguchi没有低时点还手 直接前走以后 中拳吃中了这一发CA 打下去心理上会有点难受 但实际上局面不是很差 手上还有个VT 这边 最后一下怎么来 中拳往前走 先给投 手上是有VT加CA的 火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Heguchi这边怎么来判断 防一下对手的空间 用VR来反 他不想用V闪来堵 V闪堵的话可能风险有点大 全部防下来以后 吃一发头要吃一个版面的进攻 这是Machabo最后的智慧 中拳 哎 这个中拳没有给到碎康 给到碎康也没有血 这里EX波打一下乱斗 最后的这个血量 对手拼命的打确认 这边选择EX空间来做进攻了 哎呀失误啦 啊 经典失误呀 这个经典失误在平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你要在最后没血的时候 那问题就很大了 Heguchi最后还是赢下了比赛啊 今天主要还是Heguchi在墙角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好 每次看到Machabo拿到墙角进攻机会了 但是实际上打穿对手的次数取止可数 进不去判断非常的正确 主要还是因为Machabo年纪大 年纪足够大的情况下 Heguchi猜的就特别的准 你的一些进攻过来都能完美的化解掉 那Machabo这一场比赛是输了 问题也不是很大 比分依旧是领先3-2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双方的一个中间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